重新山 你看好多釣友的 看沒有 好多人 超不漂亮 漂亮 跳碎 今天心情很好 真的 天氣那麼好 整個 聞到了 到了 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紫菜亭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 很熱門的叫орот式的地方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好 這樣啦 我們就沒有景點 OK 各自上官了 紫菜坪钓场 是属于海石平台的地形 有很多回游性的娱乐 为了掠食会经过这里 冬天的时候 石头上会长满海菜 也是冬季基调 最好的钓场之一 沈哥 我船好啊 你好了没 你怎么动作那么快 我昨天就先船好了 船了蛋 你现在开始钓了 对啊 我们要去哪里钓 我们是要去 那个人多的地方嘛 人越多 卵石越多 是这样的 我现在没有用 我叫专家 来给你解释一下 小婉有空吗 麻烦你过来一下 沈哥怎么了 人很多的地方 卵石就越多 他想去那边钓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跟他解释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吗 对 像我们前方这边 它是一个潜场 一个内湾区 那他这边的水流比较缓 然后比较缓就是 它有一些虾子 小虾 小鱼 它会躲在这个地方 我的朋友 针对我们出血者选择钓场 可以先从水流叫缓的前场 没有藻类生长干的礁石 站在顺丰处 才有利于我们抛头 小心一点 中了吗 中了 中了 你看看我们阿郑多厉害 好大只 今天这个 你是不是那个 其实就太香了 好 来 我们都还在那边准备而已 你去给我种了 你的这个虾子 你看 它的虾子的颜色不一样 我们做的都是 你是翁来嘛 对 我叫翁来 你是橘子 你是檸檬喔 因为今天的天色有点太阳 所以说它水色比较轻 我们就尽量选自然色的 诶 怎么它不动 我会掉到超大只的 可是 不太像勒 小婉 爆火了 快点 什么 哎呦 你看 它不动 这应该是因为你的木虾挂底了 挂底 什么是挂底 就是你的木虾 已经卡到下面的胶岩了 是喔 那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 好久 因为那木虾我自己做的 那不然我们来弹线看看吧 弹线 什么是弹线啊 弹线就是一种让我们 试着让把那个挂底的木虾 把它丢上来的方法 那我们先拉这一段线 让我们的钩子呈现一个弯度 所以我要拉到让竿子都弯弯的这样 对 就让它稍微拉底 然后呢 直接放掉 然后我们再来拉看看 好 收了 收了 赶快收回来 赶快收回来 不然我的凤梨就不见了 另外一种旧木虾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将钓线拉直 与钓竿平起 利用前岛线本身的弹性 将卡在礁石的木虾救起来 这两种旧木虾的小撇步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木虾 终结者乔萱 我要再给他挂底了 等到终于了